如果你十一月来东京旅行 这三个景点一定要去哦 东京有太多景点了吧 如果你有安排行程困难症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会提供更多东京日本旅行攻略 国营昭和纪念公园 乘坐J2青梅县 是犀利川站 出站即可直达 公园真的很大 很好逛 很好玩 以秋季三百米长的银杏大道 最为著名 配合这夜晚的灯光照射下 一条金黄隧道便涌现出来 2024点灯 从11月2日至12月1日 红叶回朗 秋日童话 河口湖畔的红叶盛宴 每一瞻都是壁纸级的绝美秋色 交通小天使 跳上河口湖观光巴士的红线 九宝田一竹美术馆站下车 明治神宫外院 东京观赏银杏的最佳地点之一 乘坐J2线或东京地铁 至青山一丁木栈 银杏树 整齐的排列在大道两侧 推荐观赏时间 11月下旬到12月初 喜欢去东京旅行的朋友 记得要关注我哦